我们要发扬老教授们这种西迁精神 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 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 我也完全相信我们的焦大人 我们西部的同志们一定会啊 在未来的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 为中华民族立下卓越的贡献